反弹会最近调查土著团结党涉嫌收取发展商3亿令吉 根据媒体报道当中的5000万令吉下落可疑 前封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 反弹会正在追查这5000万令吉 是已经用作团结党的选举经费 还是已经落入个人口袋 反弹会消息人士也透露 调查已经接近尾声 目前正在等待传召多名团结党领袖录取口供 无论如何报道并没有透露其他细节 早前不愿居民的反弹会消息人士告诉当今大马 团结党执政时涉嫌向10名发展商收取3亿令吉 这也导致反弹会冻结了团结党的两个账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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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